有關主題 郭文貴 郭文貴、郭文貴 這次是第三次演出卓海的角色 其實每一次都會挑戰 步步驚心 因為這次卓海已經不是警察 因為在第一集卓海已經坐牢 因為他替林峰頂了罪, 坐牢 放牢出來之後, 做不到警察 但是他跟CIP, 我們所謂的情報科 好像是偶斷思念, 無法斷 雖然不是警察 但是他也游走在黑白亮度之間 如果你放了牢之後 崇亂馬上到江湖追殺令 你傷溫人寶利也是理所當然的 在這一刻, 我只是一個普通市民 並沒有想過投靠任何幫牌 這個世界…不是飛白即黑的 壓力是來自… 有沒有一些特別一點的 一些新鮮的東西給觀眾看 所以這次卓凱所遇到的事 在他身邊發生的事 編劇也花盡了很多心思去考慮 可惡, 反正 反正… 反正… 我們來金山儀, 可以嗎? 卓凱身邊的人 由第一集, 第二集 少不免, 很多角色會犧牲 這次也是一樣, 只有多個 所以會對卓凱有很大的衝擊 我以為海哥對你這麼好 你勾腦你是人嗎? 叔叔, 你說完了, 我知道你在想 你嫌我們海哥現在進去坐過 不能當警察, 保存牆糧 但你也不用馬上找別人, 混蛋吧? 夠了, 還沒夠 你…你沒事吧?叔叔 這幾年你都叫我收我手了 沒錯 這支槍不為止你 這支槍不為止你 如果我不是這樣做 你不會讓我收我 那你再拿五塊錢 他人不為止你 即是你已經死了, 吃完了 這次最開心的是阿楓回來 貓超回歸 我們加了馬明 馬明又當我其中一個對手 志文 阿楓, 又有美儀, 做我老婆 師輩, 袁偉豪 兩位, 其實我們的夢想 是被都女王瘋狂的鞭打 剛才你那種恐怖, 很像她 都女王? 那合起來你們不是多一點嗎? 你這種自以為幽默也很像她 我求求你, 用力地鞭打我 你一邊鞭, 一邊捱 垃圾… 謝謝 垃圾… 另外有一些神秘的特別嘉賓 我不透露是誰了 到時給大家一個驚喜 阿楓, 阿楓 你有沒有問急 開明 10分 接著 在 Zhiyun